欢迎收看今天7月12号 礼拜二的午安您好 台式新闻 我是红奈荣 头条讯息带您来看到是 高雄一名骑士遇到了对象机车 没有打方向灯 违规跨越双黄线左转 差一点就发生车祸 骑士当时按了喇叭提醒 没想到惹怒对方一路尾随 对方不仅差一点撞上路边车辆 甚至还从车厢里拿出锯子攻击骑士 双方在马路上叫嚣了好一阵子 最后罪方自知理亏才自行离去 眼看对方手拿锯子 怒气冲冲走过来 骑士见状眼明手快 一个反击立刻把人推出去 双方直接马路对峙互相叫嚣 朝道挡住后方来车通行 对方火气这么大 都是因为不久前这声喇叭 一声喇叭发出怒火 一路尾随爆发冲突 原来高雄一名骑士经过小岗水秀路 对象机车没打方向灯 违规跨双簧线左转 险些发生车祸 骑士按喇叭提醒 没想到惹怒对方一路尾随 停等红灯时 对方还差点撞上路旁车辆 甚至更从车厢拿出锯子 朝骑士攻击不成马路开枪 警方尚未接获报案 相关的重要违规 民众尚可检举 经过会查证予以告发 虽然最后对方自知理亏 自行离去 不过根据道交条例 违规跨双簧线左转 其实依法可开罚最高1200元 持锯子攻击 其实也可提告妨害自由 一声喇叭引爆冲突 信号冲突没有扩大 波及无辜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接下来